用户在这个创作页面上选择的图片 会自动的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的上面 长按已经上传的这个图片 我想打开一个动作的清单 用户可以选择替换或者是删除长按的这个图片 先打开这个创作页面的视图文件 然后找到显示这个图片的这块视图 之前我们在这个组件上面绑定了一个tap视线 tap就是轻按 这里我们可以再给它绑定一个long press 表示长按 用一下on-long press image这个方法来处理这个事件 再回到这个页面的逻辑文件 然后在这个页面上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方法 名字就是on-long press image 接受一个invent的参数 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去用一下小程序 提供给我们的wxshow action sheet 给这个接口一个对象参数 现在里面添加一个item list 它的值就是在动作清单上面显示的那些项目 添加一个替换图片 还有一个删除图片 用户使用了这个动作清单里面的提供的动作以后 会去调用success这个方法 添加一个这样的方法 得到的响应是response 然后把这个response输出到空材上面去检查一下 下面我们可以去试一下选择一个图片 选择的图片会显示在音面上 现在轻按一下这个图片 会打开这个图片的预览 再回过来 我们这次再试一下长按这个图片 现在会在屏幕的底部会显示一个动作清单 上面会有几个项目 替换图片 还有删除图片 另外还有一个取消 先按一下这个替换图片这个动作 控制台上面会输出得到的这个响应 这个响应的数据里面会有一个type index 它表示的就是用户按的那个动作清单里面的动作的序号 在我的动作清单里面 这个替换图片这个动作的序号是0 所以响应的type index的值就是0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值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感谢观看